进一步留下我们需要的 当然如果你要留下来是英文的话 因为现在把里面是有数字的留下来 那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像这个里面没数字就空的 那如果我今天要留下英文的话 会有几个问题 当然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注意的 就是里面的大小写问题 那大小写的话 我们这边有区分 65到90 是大写 那如果我今天只先 先管那个大写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一样把那个刚刚的那个留下 数字个数 这一段复制贴过来 用这个来改 基本上因为逻辑是一样的 不过我发现最后会漏掉这个 输出到哪 后面东西丢到 所以先改一下 OK后面都要忘记 因为有时候每次前面改 最后一步就忘了输出的那个哪一栏 所以改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很多地方 写完之后 程式都可以拿来应用 所以基本上 最关键的部分写完之后 后面的其实就简单了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是47到58 可是大写是65到90 所以65有时候你可以用64 或者有时候我习惯干脆的 65 这边加个等号也可以 大于等于 对这样就刚好 65 90 OK 那90的话呢 我也可以 那你不用91 你可以什么 90 但是你这边要多一个等于 这样的话 叙述好像会比较 刚好比较直接 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你可以用 如果不等于的话 你就不要减一或加一 OK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其他要改哪些呢 好像就改完了 逻辑 不过这个部分只有大写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大写部分 是不是能够把我全部输出到1来 看一下是1 对没错 OK输出 好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小写的人要出来 这个没出来 对 因为它里面是小写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把那个资料变成大写来判断 最简单 不然的话你可能还要再来判断 判断小写的区域 不过小写的区域的话 你再多做一次 感觉有点麻烦 97到122 可不可以 不过我觉得你要再多写一个判断 倒不如用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它转换成大写或者小写 那其实在VBA里面有个叫U-Case U-Case OK 这个呢就是帮你怎么样 转换成大写的 所以你这边的话 假设给它一个字算小A 然后Enter试一下 它变大A 有没有看到 U-Case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刚好颠倒 什么大写变小写的话 那就什么呢 猜一下 其实只差一个字 就第一个字 U-Case是转大写 那我记得好像是L-Case L-Case的话 是转成小写 如果记忆力没错的话 看一下Enter 这应该可以了解了 反正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只要怎么样 在判断的时候 先把它转成大写 再来判断 有没有 那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怎么怎么转 其实很简单 你直接怎么样 在切的这个地方 的前面 你加一个U-Case就好了 那怎么加 你就是 我的习惯这样 就是先打一个空一格 往前一下 打VBA 因为那个字 如果你怕拼错的话 有时候你打个U就可以了 U-Case就出来了 有的时候 其实懒人的方法是 前面多加个VBA点 它的函数就跳出来 那但是你 你这个VBA点 你可加可不加 你把它删掉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要把它留下 也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 这没有关系 就有时候 比如说老师 你这个地方VBA点 好像怪怪的 其他书里面 都没有这个东西 那大队不要加 没关系 都可 两可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因为有时候 我懒得记很多 有些函数一串 那你怎么知道 对还是不对 没关系 你不用背 你就是直接 打一个VBA点 这样子就出来 打一个U就出来了 有没有 就帮你提示了 所以我的习惯常常是什么 背那个第一个开头的字就好了 我大概知道 我有一些单字说太长了 我怎么背得完 对不对 这么多函数 几百个怎么背起来 所以你就是记那个开头 或大概的 特别注意 另外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 我刚刚这边有加一个空白 如果你不加空白 你会发现VBA点 它会跳到M开头 就不会跳到U 如果你这时候打U 它不会跳U了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 要打这个之前 先空白一下 先隔开 如果你没有隔开 它会跳到M开头的地方 这个时候 空白一下 空白一切 前刮弧 有没有 在后面加一个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我进来切的那个字 如果是C 小C 它会变成大C 再判断 这边一样 所以可以把这个VBA CASE 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个MID的前面 然后后面 再把它后刮弧一下 好 这样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样好不好 其实只有做一个 U CASE的动作 其实程式相对的就简单了 只是转 转 输出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外面 再包什么U CASE 不然你输出的时候 这个CHAR就变大写输出了 除非说你要输出 也全部变大写的话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前面再包一个U CASE 它就输出的时候 也变大写了 OK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小写的这个小细节 好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说我刚刚在 就这个 这个把它再清掉一次 这个效果我们再做一次看看 把它直接执行 变成 那个 英文 这个就出现了 虽然是 判断的时候 这个判断的时候 只有判断的时候 是用大写 输出的时候 外面没有包U CASE 除非说怎么样 你想说你输出 要全部变大写 可以啊 就是在串接的时候 这边 再加一个 如果你在输出的这个地方 也加U CASE的话 那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边也变大写了 它原来小写 对不对 也会变成大写输出 这个两个是分开 判断在这里 输出在这里 OK 所以如果说你输出 没有要大写的话 记得这边不要加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 输出完毕 就可以 所以理论上 城市跟那个留下数字 只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好像大部分都一样 只有什么呢 逻辑 这个有没有 65到90 因为我为了方便 就加个等号 另外的话 再来就是说 加一个U CASE 其他都一样 就完成 再来就是中文部分 中文的话有什么特性 所以你不知道 没有关系 Ctrl加G 你可以在这边 什么 Den ASC 这个ASC 如果说你今天加一个什么 你这边其实可以打一个 打一个中文字好了 假设我这边打一个中文字 Enter 大家发现 它的范围 我试了好几个 几乎都是负的 这是Unicode的位置 它定义定好位置 那为什么加一个负的 这个我想 你们自己Google一下 反正就是 它内码的位置 那基本上它一定不会在 0到127 因为这个Archicode 只有定义128个 内码 因为没有中文 所以一定会小于0 或大于127 反正就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但是呢 会有一些例外 什么例外呢 如果你输入的是中文 应该会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切到英文模式 可是你切到全形的话 假设你输入的是一个1的话 1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Enter会怎么样 它还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全形 它就不等同是刚刚的英文大写 它其实刚刚是半形 所以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避免 不然的话呢 你如果不避掉的话 那以后它会把全形字 也当中文来看待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把全形字 转成半形字 全形要怎么转半形 其实这边又牵涉到 你可以按F1 反正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函数 会跟你讲 那个函数 其实就是VBA店 专门转换自串的 所以一定是STR STR开头的 转换的话呢 应该是哪一个呢 其实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到 哪一个呢 conver conver就是转换的缩写 OK 按个空白键 可是问题是 总共一个是自串 逗点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要转换的那种形式 比如说你要全形转半形 可是问题你不知道 怎么办 没关系 记得 其实说真的函数 很多都不是用背的 我也不可能每个都背的那么熟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做什么呢 打出来按F1就好了 F1就是跟字典一样 所以这些函数 特别是说 没有要叫你把它全部背起来 但是至少你要怎么样 没事的时候你要去语言参考里面 我刚刚不是讲那个 里面不是有个什么 函数 你没事的时候 你可能要自己做一点功课 每个把它点开来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作用 因为我早期我学习VBA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做的 我是真的每一个每个把它打开 但是我不见得说我把它背起来 但是我要知道说 每一个函数 它基本上能做什么 我要有个印象就好了 那我有这个印象之后 以后如果我刚好 这个工作里面需要什么 全形转半形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 String Convert 它可以做这个 但是 而且我字不一定拼得出来 我一定知道STR开头 我再去看 然后F1 去把那个字怎么样 找到之后的话 其实你配合 刚刚讲那个 这地方可以配合F1 它会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说明带出来 那你只要知道什么 看懂关键字 什么关键字 就是说 String Convert 后面要加什么 必要的 必要的 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加的 有两个 第三个是选用 不一定 第一个是一定要有一个String 就是你要转的那个字 第二个是你要转换成什么样 比如说你要转成什么 转成半形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给什么 给这个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什么 记下来 那我转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这个E 它怎么转 就是String Convert 给一个E 然后逗点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要转成哪一种 转半形是这个 VP什么 Narrow这个 Narrow这个 然后Enter 有没有发现 全形 转半形 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猜一下 里面的话 像说明档里面还有什么 如果你要转全形的话 你可以转这个 你可以 那你将来你也可以 在这个名称后面 你不打这个的话 你打个8 它也可以 不过我是建议打这个 因为这个是比较好辨识 你打个数字 打个8以后 你将来 这个到底为什么是打8 因为我以前 也写过 像这样Enter也是可以 不过 常常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你要加8 不加9 不加10 这个数字是里面定义好的 这个也不是我加的 我只是看里面的说明 而加上去那个数字 所以很多时候撰写程式 其实都是要靠查阅的 去哪边查呢 去官方的说明档里面查 这些都不是我规定的 都是微软规定好的 我只是follow它的规则而已 所以这个恐怕各位要注意一下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试一下 可能中文一定是小于0 大于27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要转换成 就是如果里面有全形字的话 你可能要避开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画面